最近呢,很多粉丝问我 为什么在命理学当中 推算一个人的生成八字 是从二十四节气当中 第一个节气历春算起 而不是从阴历或者阳历算起呢 其实呢,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要搞懂 这二十四节气是怎么来的 首先呢,先有天干和地支 然后呢,发现了和图和洛书 才有了八卦,也就是八个三娘卦 然后再有了六十四卦,八八六十四卦 大家看这个图 这张图就是非常著名的六十四卦方圆图 然后呢,大家再看这个图 还有了二十四节气 也就是春雨精春,清古天 夏芒芒夏,鼠香莲 秋处露秋,寒窗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你看,这二十四节气呢 跟命令有什么关系 跟八字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 因为呢,古人认为 在这个天与人当中是有着很必然的联系的 所以你别小看这二十四节气 它每一年的耗数呢 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天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经常过到冬至 冬至这一天呢 是在十二月阳历 十二月二十一日或者二十三号 从一九零零年 也就是甲子年到现在一百二十年呢 都是在这三天 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查万年历 所以呢,得这个结论呢 这个一经八卦所推算出来的节气是非常准确的 那用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道理 才有了十二宫 你看 命宫 财博宫 兄弟宫 田宅宫 男女宫 奴仆宫 妻妾宫 极恶宫 和迁徙宫 佛儒宫 佛德宫 还有 玄秘宫 这些功呢 也就是跟人的命理有关的 了解了这些 你才懂得 为什么推算八字是从历春开启 而不是从英历的月份开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